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大乱 指挥系统还能运作的话 常规的应对方案应该是迅速改变阵型 用战车和盾牌连城围墙 只要撑上一段时间 撑到后方的大部队到场 自然可以解围 而庞涓之所以没做这种安排 那么爽快就自杀了 是因为孙殡的伏击 一来来势太猛 二来呢有夜幕遮掩 让魏国军队瞬间陷入混乱 所谓大乱相师 就是士兵啊找不到军官 军官呢找不到士兵 古代的传令方是白天使用 旗帜之类的视觉信号 夜晚呢使用筋骨之类的声音信号 而部队一乱 指挥官和传令兵彼此找不到的话 指挥系统就彻底没法运作了 失去了指挥系统的军队 变成一群乌合之众 只能各自为战 而混乱一旦开始 就会迅速扩大 再也收拾不住 于是刚开始一乱 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马铃之战成为中国军事史上 一大经典战力 但马铃究竟在哪个地方 历来众说纷纭 已经无从查考了 大概最有可能的地点 是今天山东省辽城市 深县境内的 大张家镇 北马铃村附近 当地啊 已经修了一座 马铃之战纪念馆 立碑标记 孙并 旁捐马铃之战处 如果这里真的就是 马铃之战的所在 那么他离孙并的家乡 倒是不远 前面讲过 孙并出生在 厄和眷之间的某个地方 厄在今天的 山东省辽城市 阳谷县厄城镇 眷在今天的 山东省何泽市 眷城县 两地相距大约100公里 北马铃村 就在厄城镇西南 大约90公里 在眷城县北 大约50公里 这样的话 孙并对马铃一带的 地形地貌 应该相当熟悉 孙并打赢了 马铃之战 按说并没有撼动 魏国的军事实力 毕竟太子深的 主力部队 还在后面毫发未伤 局部战争的胜负 并不能够决定全局 但是资质通鉴 在浓墨重彩地 叙述了马铃之战以后 只是轻摇淡写地 附了一句 说齐国军队 乘胜出击 大破卫军 把太子深抓了俘虏 真正的决战 看来反而赢得轻松 道理不难理解 核心原理只有一条 人类社会 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 群体动物都有这个特点 稍有风吹草动 一个成员开始跑 全体都会跟着风跑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生存优势 毕竟虚惊一场 总好过 耽搁时间送了命 通常来说 群体的规模越大 情绪的裹挟力就越强 任何一种人类组织 要想扛得住 这种情绪的裹挟力 都需要经过严苛而漫长的训练 毕竟这是在和最强悍的 生存天性作对 所以行军打仗 有一个亘古不衰的要领 那就是兵贵精而不贵多 军队如果训练不足 人数越多 反而越容易添乱 而在战场上 只要阵教一乱 不必等敌人来打 单是自行冲撞和箭塔 就会导致溃败 就像雪崩一样 历史上的著名战力里边 肥水之战就是雪崩型溃败的典型 那么在太子申这边 得到前线失利 主将身亡的战报之后 正确的应对之道 通常有两种 一呢是严格保密 绝对不能让坏消息 扰动军心 二是把失败的消息背景化 向全军将士 宣传英勇无畏的旁权将军 是怎样为了掩护我们 而中了敌人 五尺下溜的圈套 在绝境当中 为魏国奋战到最后一滴血 由此激发同仇敌价的斗志 而在孙斌这边呢 刚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兴奋的情绪也很容易传染 这时候同样可以因势力道 趁着士气正盛 强攻太子申的助力部队 战争的详情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推想起来 太子申应该没能稳住自己的阵脚 以至于轻易就被击溃 自己呢也做了俘虏 自治通界没能交代的后话是 齐国这边 很可能没有善待俘虏 太子申要么被杀了 要么在囚徒处境里啊 自己死掉了 这种情况和春秋时代大不一样 很能见出时代的变迁 如果换在春秋时代 首先就不会有马铃道 这种屠杀型的夫妻打法 庞涓和太子申作为败军之将 也可以体体面面的成为战俘 接受贵族应有的礼遇 最后还会被恭送回国 当然也许要付出一笔不菲的赎金 当时只有楚国里外 主将呢要拿性命对胜败负责 到了战国时代 贵族社会的流风渔运 已经所剩不多了 在战场上更难寻觅 从马铃之战到秦霍太子申 魏国的军事实力遭到重创 国力从此急转直下 无力和诸侯争雄 但是为齐国立下如此战功的 总指挥官田记 却要迎来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挑战 连孙彬的谋略都很难帮得上他 前面讲过 齐国总理邹记一直都很讨厌田记 曾经有人给邹记出过主意 建议他发动对位战争 这样一来田记一定会当主帅 如果田记打赢了 那就要归功于邹记的谋划 如果田记打输了 就算没死 这小命呢 从此也就掌握在邹记手里 邹记照方抓药 但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似乎田记的胜利 只是增加了田记自己的功劳和威望 邹记呢 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大概正是出于这个缘故 在韩国前来救援的时候 邹记才会建议齐国暗兵不动 但没有想到齐国不但出了兵 田记不但又打赢了 还赢得太漂亮 等田记这回办事还朝 威望和地位肯定就要凌驾于邹记之上了 邹记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局面啊 堪称历代政治斗争当中的一大经典困局 如果换成今天办公室政治的环境 邹记难题 就可以这样表达 死对头业绩大爆发 变成公司里的大红人 自己该怎么办 解决方向通常有两个 要么主动 示好 化干戈为玉帛 要么呢 死磕到底 既然已经死破脸了 那就不死不休 越是大人物 就越容易选择第二条路 因为大人物底下会攀附着很多小人物 这就像国家改革的道理一样 船大了就不好掉头 这大哥一换旗帜 就不好带小弟了 果然邹记的选择就是死磕到底 而既然明面上斗不过田击 那就出阴照吧 资氏通节的记载是 邹记派人带着重金到集市上找人占卜 话呢是这样说的 我是田击的人 我们田击将军啊 已经三战三胜 现在想要做事 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话说的过于含蓄了 想要做事 到底要做什么事呢 资质通节的原文是欲行事 如果追溯一下史料出处 史记和战国策的措辞是欲为大事 历史上凡是提出要做大事的 基本上不是扯其造反 就是谋朝篡位 做大事之前呢 先要找人占卜吉凶 这是一项义贯之的传统 但以田击的地位 就算真要占卜也会在自己家里 请自己的占卜师来做 不可能派人到集市上随便找一个算命先生 周记的阴招虽然存在这个破绽 但很有社会学意义 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城市市场上 就已经存在专门的占卜探位了 占卜 严格来说应该收硅甲观察裂纹 如果田击有自己的占卜师的话 一定还会有自己专门饲养的大型乌龟 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 占卜的灵验程度并不取决于占卜师的专业技术 而取决于硅甲的品质 占卜师的专业技术仅仅体现在解读硅甲裂纹上面 集市上的占卜摊就算真有乌龟 品质也不可能好 所以贪主搞的有可能不是占卜 而是算卦 也就是用周易那套手法预测极凶 我在雄义书院讲过 周易算卦原本是甲骨占卜的简化廉价版 所以像造反这么大的事情 田击怎么都不可能派人到市场找人算卦 但问题是这种事情过于严重和敏感了 以至于国君的态度往往都是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而国君就算对被告表达出信其无的态度 被告呢也未必感谢 所以诬告者的布局就算再有破绽 往往也能奏效 就这样 那个假装替田击算卦的人 还有卦探的贪主迅速被捕 在齐威王面前供述一切 然后消息马上就传到正在凯旋途中的田击那里 这种局面显然又是孙斌可以施展谋略的机会 孙斌是这样问田击的 将军可以为大士狐 田击和孙斌会不会真的做一桩大事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